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3月18日 已經是星期一了 我們繼續關注英國的皇室消息 早上有一位網友發了一條短訊給我 但是我上網查過之後 未找到這個資料 也沒有 可能是流料 或是BBC有些新聞誤傳 網友說 BBC收到這個皇室消息 英國政府會在傍晚下半期 究竟是甚麼事下半期 當然不是好事 結果我上網去BBC的網站找到 也沒有這則新聞 他說 剛開始有 現在刪了 變成404個連結 究竟是甚麼事 是不傳還是怎樣呢 跟最近 黃菲海特 失蹤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現在越傳越緊要 現在 傳出 今年42歲的黃菲海特 是家暴受了重傷 誰家暴呢 說明家暴當然不是外人 威廉王子 有暴力傾向 打老婆 他說 由去年到現在 81日沒有露面 現在傳得很厲害 甚至乎有傳聞 他因為重傷 已經死亡 傳得很誇張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由於 最近英國皇室 有幾件怪事 國王查理斯 還了癌症 但是他也沒有出席很多活動 最近 這個皇室就出了一張P圖 這張P圖 就是出了一張圖 被人發現是P圖 使得 大家都覺得 是不是有甚麼隱瞞呢 究竟 你們 有甚麼隱瞞公眾的 首先 傳得罪行的這兩天 就是 說凱特是被 被家暴 被他打成重傷 所以出不來堅韌 而且這個 威廉王子 是外面的狐狸精 有一個七個月的BB 已經有一個私生子了 這件事也是傳得很厲害的 因為你也知道啦 娛樂八卦本身我都很常看 不過這個事關英國皇室 所以也要看一下 然後 外面有傳出 就說 這個凱特就跟威廉的唐姑父 是有狗邪的事 當然這個 當然是流料啦 沒甚麼可能啦 唐姑父就是很大年紀的人啦 沒這樣的可能性 有皇后不做 將來就是皇后來的 這個肯定沒有可能的 傳得那麼多這些消息呢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男人身有屎 反正就搞一些 醜聞 平衡呢 由於 那個現在現世的狐狸精 原來小時候已經是威廉王子的鄰居來的 家裏也是一個很有錢的家庭 說他繼承了 大量的財產 兩個人 在結婚後 各自結婚了 那個人也有 嫁了一個年紀給他二十多歲的人 然後 他也有三個小朋友 大家都有三個小朋友 但是 會不會是因為 就手 方便 或是怎樣呢 這個人不知道 因為你說作為皇室 其實坦白說 想出去叫雞也不方便 所有人都認識他 所以 只能夠在身邊的人 埋手而已 又或者真的要出軌也是身邊的人 你沒有渠道 現在的傳言傳到威廉王子 想跟凱特離婚 等這個狐狸精上位 做皇后 因為他們本身有個七個月的私生子 但這個傳言不是很合理的 因為大家知道 他跟凱特不是指腹為婚 也不是說盲婚雅家 都是你追求回來的 不會說沒有感情 生了三個 現在都這麼大了 三個小孩都這麼大了 兩個都十多歲 一個幾歲 我覺得沒甚麼可能會為了一個狐狸精離婚 你甚麼形象都沒有了 我覺得這樣的傳法也不是很合理 不過 始終 不合理還是不合理 世界人的事情是很難說的 大家都知道 凱特身為皇妃 可以說是 黑盡幾職的 沒有犯過任何錯 加上還跟你生了三個小朋友 本身的樣子也很端莊 出席任何場合 也沒有任何過失 你沒有可能 其實你說 要跟他離婚 沒有犯過任何錯 很難搞的 所以 傳言 我都不是很相信 到現在也好 婚外情可能有 但是你說要跟他離婚 要找個新王 新王妃 將會要做新王后 我覺得 比較難搞的 網傳說回威廉王子 他說他一直都有暴力傾向 那麼其實 說他暴力傾向 主要就是他在說這個 跟他弟弟哈里 曾經有發生鐵事爭執 他曾經打過他弟弟 他弟弟不敢還手 就說他是有暴力傾向 這件事 究竟是不是也傳出來 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身為外人 英國的小報 其實專門是作一些故事 因為他要吸引收事 要吸引人家買書 買報紙 他們有很多真的作出來 或者 他們派狗仔隊製造一些新聞出來 是有的 因為他們的目 主要的 客戶就是 關心皇室的人 英國很多人都關心皇室 他們只做這個市場就很大 我們其實 一直都很少報告皇室的新聞 因為 除了英女王過身 查理斯登基 其實沒有甚麼好報 由於 人家家事來的 不過這次因為失蹤 以及 改圖事件炒得很大 現在很多人關注 最重要關注的 究竟是不是他真的受了甚麼傷害 因為之前 傳聞 我都覺得 好像 拍電影 胡利貞就上門挑機 似著自己的兒子 有個七歲的兒子 然後 意思就是要逼他離婚 然後 海特就忍不住了 拿把刀去 捅他 結果 捅他不成 就被他捅回頭 刺傷了自己的腹部 所以要去做一個腹部的手術 但是手術也不是說做得很好 受了這樣的傷 當然是身體很虛弱 所以就出不了 沒有辦法在公眾上露面 對於這麼戲劇性的傳言 我也覺得 好像那些中南海庭床屍 躺在習近平的床下底 聽他說話 好像誇張了一點 又或者 真的去到這樣的場面 貴族來的 會不會這樣呢 其實是兩體 未必不會 我也不敢否定有這樣的可能性 畢竟 人 始終也是人 當你面對 一些突如其來的事 那個反應是很難估計的 皇室也是人 好了 現在 BBC 究竟這件事是真還是假 還是資料組測試 或者被人載進去 無緣無故有這樣的新聞傳出來 然後又刪了一條link 刪了一條訊息 真的傳言傳得好很多很多 而且大陸媒體也不斷地報導這件事 因為他們覺得可以唱出英國啦 實際上 這個皇室 什麼也好 實際上大家知道 文明社會 做得出就被你傳的 就不會說有些什麼盜讚出來 但是大陸就真的盜讚了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是作出來也不定 他們說現在這個威廉王子的情婦 即是胡理晶 叫做羅斯 就說已經跟他那個大概二十幾年的老公離婚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你就算想起 究竟一個人 因為看回英國 他們說的 英國的歷史 他說那些皇室 如果是私生子 一般都沒有辦法 正正做人 會被人指指點點 皇室 不會接納他 最重要是私生子 皇室是不會接納他 你也不要打算有些繼位 甚至皇室的成員 位置也未必有 最多可能有些封地 或者有些錢分花 但是肯定地位方面 一定沒有一個風著 所以 會不會真的他們說要逼供 要兩個女人之間 發生爭執 甚至打鬥 要出到刀 我覺得這些 比較 傳聞 或是有人作出來也未定 不過 他手術 之前說手術 可能真的因為手術原因出不了 那麼究竟 是不是真的到了家暴這個情況呢 很難說 就這樣看 就不太遲 不過 也不肯定 畢竟我們 也是根據看新聞 也不會是參與創作 也是根據別人所說 我們分析一下 總之這件事就十分混亂 英國究竟今天 下午或是晚上真的有甚麼特別動作呢 大家留意着BBC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多謝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 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 便利落 就要用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 再用到黑池的酒店負責人